詞曲 李宗盛 你把光明寫在黑暗的天空 你用希望敲昔一鳴的重生 安慨只會安心 關起民眾的決心 擔赴神聖的道遠 空前惹雪河中長 正月的旗幟 在你手中高興 正月的花朵 是你燃燒的香 你把光明寫在黑暗的天空 你用希望敲昔一鳴的重生 一把光明寫在黑暗的天空 你用希望敲昔一鳴的重生 全都民族的真心 激動世世代代的心靈 願你好人真情 在黑暗的獎 Prozent 時代的獎縬 或bait或則歷史的長�� 西方的矛Another rêve 在这門裏 生了 RA Cruise 地圍土 來猛鬼 祗 才可以 э 蔡静 湯 出 我是来找欧阳丹的 到这儿来的人目的都是一狗 来来来来 我来来来来 放这儿 你来了 我们来的不是时候 少废话 我说展厅都开始布置了 你到底参加不参加 实在不行 你看我没时间 跟他有关系吗 什么 跟他 他有关系了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当然可以 小枫 这位是薛教授请的历史顾问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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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扰了 你再慎重的考虑一下 回头我们再找你 好 再见 再见 我们原来打算一块搞作品展 看来你付出不少牺牲 还值得 来 请提提意见 好吧 提提意见吧 我觉得这个构思主观表现过于强烈 锋芒有余 而底蕴不足 不客气地讲 有点像你 这回我是带着激情画的 这是没错的 关键是你的作品 要告诉人们什么 我认为现在搞李大钊 不能满足于对他某一情绪的再现 而是要通过对他一生的凝聚 能给后人鱼启迪 咱们走吧 好 好 怎么你没上课 我姥姥话都半夜才睡觉 进去吧 要叫他吗 不 让你姥姥多睡一会儿 我们等会儿 好的 薛教授总这样下去可吃不消 那个认真执着的尽头 是他们那一代人共有的特色 可惜年纪不饶人了 薛教授还有一张小的全家照片 他出外写生时身边总带着的 这是最大的精神安慰了 这小爷也不叫我 叫你们等半天了吧 真对不起 没什么 我们刚来 下来您多睡一会儿 年纪大了 较少没关系 这张照片您显得真年轻 那是前几年照的了 一家人能凑在一起很不容易 听说您外出写生时总带着他 这是最大的精神安慰了 你们现在还体会不深 你们先等等我洗洗脸就来 好 来 请坐 李大钊有几个子女 六个 嗯 宝华 新华 延华 中华 光华 还有新华 宝华早年跟随父亲参加革命 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委副书记 安徽贵州省委书记 水利部副部长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现在是中华 现在是中华委委员 新华就是写回忆我的父亲 李大钊的作者 光华 延华 三十年代就参加了革命 新华当了中协校长 李大钊的夫人赵任兰 比李大钊年纪大 虽然是包办婚姻 但是夫妻恩爱和谐 李大钊也非常喜爱自己的孩子 爹 爹 想爹了吗 想了 走 爹 爹 来来来 怎么一个个的都闷在屋里 不到外边去玩啊 娘出门说了 不准我们出去玩 他也不跟我们讲故事 那你们还不跟我下军旗呢 没有裁判怎么下 当然不能下了 行了行了行了 别争了啊 我写出你娘的这些禁令 都到外边玩去吧 太好了 我给你们做裁判 爹跟我讲故事 讲故事 讲故事 中华呢 他在里屋睡觉呢 好 跟哥哥姐玩去吧 哎 哦 我来了 你快点 你先摆上 你先摆上 摆上 你先摆上 你先摆上 摆上 快点 快点 爹 啥时候买副真棋子啊 哎呀 这不是一样的玩吗 好 战斗开始 我摆好了 让你先摆上 碰 拿下来 哎呀 该你了 走啊 哎呀 太疼了 现在钟扇子 咔軟 你先摆下来 你們 太疼了 爹耍赖 爹耍赖 小子 谁让你那么骄傲呢 骄兵必败 不玩了 爹讲故事 讲故事 今天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讲一个鸡腿的故事吧 爹爹 乖乖 怎么下地了 慢慢不转了 东西不转了 没关系 爹爹给你做个新的 好不好 嗯 爹爹快接着讲啊 快点 好 和哥哥姐姐听爸讲故事啊 嗯 哎 从前啊 有一个厨子 给他的主人啊 做鸡吃 嗯 这个鸡做好了 他就啊 偷偷的吃了一只鸡大腿 哈哈哈哈 吃饭的时候呢 主人发现了 就问问 怎么做一只腿啊 除了什么 鸡就是一条腿啊 不信 你到外边去看看啊 这个时候呢 哎 他们啊 就一块啊 就到了院子里了 哎 正巧呢 那天下雨啊 那鸡啊 冻的啊 就缩缩着 缩缩的一条腿 就这么着缩缩着 哈哈哈 哈哈哈 厨子说了 你瞧那不都是一条腿吗 哈哈哈 主人一看也就没话说了 哈哈哈 不瞧 正这时候来了一只狗 这狗往院这么一跑 那鸡下来啊 全的屁屁啪啦啦 跑干的这么一跑 你们俩腿都漏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娘娘娘娘回来了 怎么都出来了 哎 哎 是爹爹娘出来的 哎 看妹妹别尿裤子了 我给他们解的这个禁令 哈哈哈 老小孩 嘿嘿 周华 来 来听吧 娘娘娘 给你带上 想第二个故事 鸭子的故事 那你这太奖了 不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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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喜欢 叶平啊 叶平啊 你不喜欢不敢玩 你把我抱着那边走 对 你不太喜欢 你来追我 追不上 哈哈哈 别跑 啊 来 去哪啊 去你们学校了 哦 哎 去你们学校干嘛啊 看你忙糊涂了 今天是什么日子 你老耍了 我不跟你玩 什么日子啊 正好啊 你告诉我啊 什么日子 什么日子 干嘛 你瞎 行吗 小心 谁 有一点点三小鸤 怎么老家夫人啊 是你们校长派人叫我去的 他还说李守长是个过路财神 不能让教授天天吃高粱米 他还说这个月的享钱由我来管 那一望夫人高台回首了 把脏衣服脱下来 娘您说观想了 这回该给我们做新衣服了吧 娘给你做 旁渊的孩子说爹是假教授 真教授的孩子不穿破衣服 你要明儿去扯步 明儿就去 你的车钱 茶叶钱 家里的凉菜钱 林兰 先把党的活动费用八十块钱拿出来吧 这个用品比什么都要紧 还要再给困难的学生二十块呢 房租 水电 电话费 孩子做衣服的钱还没有呢 我就少坐几趟车了 够了 这这怎么了 你哭什么呀 我来来来 带头 带头 照顾看看 林兰 是我 是我叫你为难了 头些年 不是你电当挪戒 我上不了学 自从爷爷死后 这个家呀 就全靠你支撑着了 这些年 苦了你了 过去穷 没办法 今天有钱了 干嘛还要考自己 为什么偏交八十块 你少一点不行 这笔钱 要用在大事业上 别说钱了 必要的时候 就是把命搭上 也是值得的 归根结底 还不是为了孩子们呀 别哭了啊 来来 带头 来来来 带我给你 来来来 擦擦 娘 我不要新衣服了 真的不要了 真的不要了 我爹怎么还不回来 要不要挂个电话 不用 一定是有事缠住了 来来来 喝点药吧 谢谢 来 爹 我要风楼 中华 中华 孩子怕是挺不住了 得赶紧把他爹叫回来 他没有要紧事 不会不按时间回来的 啥事还能替孩子命要紧呢 我去叫 别忘了把雨伞带上 请问您李先生在哪 李先生在楼上 您快去吧 不可思议 党的代表大会啊 早已做出决议 可是呢 至今还有的同志 在共产党员要不要加入国民党这个问题上 都圈你 我们 实际客人的身份 加入国民党 这也就是宣布我们 并没有放弃共产党人的立场 诶 郁子妈 您这边来 您这边来 要求我们必须同孙中山的国民党联合起来 李先生家有事吗 打倒军阀 孩子病得不行了 您等等 我去告诉李先生 跟国民党搅在一起 还要不要保持共产党人的纯洁性啊 李先生 雨伞妈来找您 说中华病得厉害 我马上就回去 同学们 纯洁性绝不是抽象的 郁子妈 他说马上就回去 你慢走啊 你说这种纯洁有什么意义啊 来了 把衣服解开 革命的力量 再不凝在一起 都得管那些拿着洋枪洋炮的老爷们吗 李先生 您快点回家 好 再见 好 您快点回家 我的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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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3 4 4 4 5 5 15 17 18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要哭了 要哭了 要哭了 为了中华的死 李大赵写了一首很长很长的诗 在坟前烧的就是诗稿 最后一批资料我已经全部找出来了 我是否能告一段落呢 怎么 你要走 你看车走了 快来 晚来一步 不能再考虑一下晚些日子再回去 迟早还不是得回去 你看 你看 怎么 杂志上刊登一篇文章说 孙中山身边这个人不是李大钊 而是他贴身卫士 是和不是两种意见都有 我认为这无关重要 对李大钊是否参加过国民党一大 和与孙中山的密切关系 都是没有疑问的 你能不能详细谈谈 当然可以 不过你挽留我的方式倒很特别 1924年1月中旬 李大钊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大会开幕前 孙中山特约李大钊到总统府 共进工作餐 方芮林党七位同志 交上了一个叫做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提案 诸位看 有必要拿到大会上去表决吗 节外生枝 中央已经决定共产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 为什么还要表决呢 宗理 我想啰嗦两句 对于李寿常等诸位先生的学识为人 我一向身为敬重 他们若成为我党党员自是我党的荣幸 但是对于他们是共产党员的身份 我本人不敢搞懂 总理 总理 我们实在不明白共产党插进我们国民党来 到底要干什么 这次开全国大会就是要办两件事 第一就是要改组我们的国民党 第二就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我们的国家 我希望大家要明白这个大会的宗旨 我党以往屡遭失败 就是因为孤军奋战 不懂得只有联合其他革命力量才能实现革命的道理 仲凯 哪一天我们的党要毁在你这个道理上 你可要承担罪责的 我无条件的拥护三大政策 联俄联共 辅助工农 无论任何人反对 我都不怕 就是击我杀我 我在所不惜 总理 总理 诸位 既然话已经说到这里 首尘我就不能不说几句了 兄弟 深不愿 在本党的改造过程中 潜质下猜疑与不安的种子 少数同志对我等加入本党抱怀疑态度 这种怀疑就会预付下一种 防害革命发展的危机 这绝不是我们所愿望的 有人疑惑我们加入了本党 本党就变成了共产党 这也是一种大误会 我们加入本党 不是勉强本党接受共产党的政纲 大家可以看看心定的政纲 可有共产主义这样的滋养吧 没有 李先生如此热爱本党 那为什么不放弃共产主义的立场 彻底参加到我党来呢 你先让李先生把话说完 承认 共产党人信仰共产主义 但这并不妨碍与国民党人 携手打倒共同的敌人 我们加入本党 是以个人的名义加入的 我们对本党 适应负着双重责任 一是本党党员的责任 一是为本党联络世界的革命运动 以图互相支持 共同发展的责任 总之 我们来参加本党 而兼跨原由的党籍 是光明正大的行为 我们希望先辈诸同志者 本党既凭我们一参加 既不必猜疑 如果大多数同志不同意的话 我们为发展本党而来 以不难为发展本党而去 豆长 你们是我请来的 反对共产党人参加本党 就是反对本党的新生再造 如果一定要表决的话 我孙文首先投反对票 在今日半殖民地的中国 只有这个国民革命 才是我民族唯一的生路 国民革命的事业便是我们共同的事业 为此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不应当是猜疑分裂 而硬是团结 奋进 收场 为你这番话 我要敬你一杯 来 我也敬收场一杯 干 在国民党一大上 否定了方瑞琳等人的提案 李大钊被指定为主席团成员 宣言审查委员会和张诚审查委员会会员 并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政策 执行委员 同时林博渠 毛泽东 曲秋白 张国焘等共产党员 也分别当选为国民党职委和后果中央职委 行啊 宗大爷 这建国大纲我都拜读过了 请你来就是要听听你的高见 首先我要代替家乡的百姓向您致谢 大纲不是计划在直立烙亭修建大型港口吗 是啊 首长故乡乃是烙亭 哦 难怪啊 难怪啊 总理 总理 总理啊 共产党人军心叵测 国民党岌岌岌可危啊 共产党你这成什么样子 快起来 快起来 总理 我跟孙林多年忠心耿耿 不能眼看着 让共产党把我们吞并了 一派胡言 来人 把他给我撵出去 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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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场 实在是 我们还是研究这件大事吧 好 请 请 里边请 您二位走好 走好走好 您二位来了 里边请 这里便宜这里干净 请坐请坐 我说把客人照顾好 拿菜单来 北京啤酒留几瓶啊 待会儿减压卫生的来 好 哥们 再见再见 你知道为什么请你到这儿来吃饭吗 大概 又有新的故事了 对 真的有故事 不过 有条件 知道吗 李大钊第一次请陈毅吃饭 吃的就是豆腐丸子 丸子来了 豆腐一碗 您坐好 豆腐一碗 来了您的先生 里边请 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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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哎 猪猪火烧 对不起 这喝 来了 这味道还不错 嗯 大子您还得再加点 猪猪火烧两碗 哎 来了 两碗猪猪火烧 猪猪火烧 来 里边请 丸子一碗 哎 里边两碗 好 来呀来 哎 来 豆腐 您破碍了 不客气 哎 来了 哎 豆腐两碗 好 我们这边就 好 好 不 哎 行行 行行行 行行 哎 两碗里边行 来 来 来 两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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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哎 来 先生 来 哎 哎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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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让我儿子开锅 找鸡腾 老板明先生 先生您走好 老总 是您的 好 接下来当班 咱们吃点什么 您看 老板脱子 脱子 起来 起来 干嘛 起来 干什么 干什么 我还问你干什么 干活吃饭 你还挺横的 半夜三更的满街传 不是做贼就是犯案 你血口喷人 老子在这打嘴也犯法 我说你犯法就犯法 你走 跟我去橘子 老子怕你什么橘子 就是不去 怎么着 你说什么 你去不去 不去 国民党一打结束后 李大钊回到北京 筹备北京执行部的成立 走 看你把握怎么着 身警留步 你抓错人了 他是我 他是我的学生 你是干什么的 先生 先生 原来是李先生的学生 误会了 再见 好 再见 先生 你还记得我陈毅 怎么不记得 那次在北大三院讲课 不是你站起来问做个CP可以不可以 做诗 写小说 怎么最近没有见到你的作品 教工人夜校忙得很 这不下课晚了 回不去西郊了 谁知道北京的警察这么凶 这还算客气的 走吧 我给你找一个好去处 来了 丸子两碗 先生 有点事情想麻烦你 说吗 火烧丸子炉煮豆腐 火烧丸子炉煮豆腐喽 先生 您这篇文章 把笔在我军里的话全都讲出来了 你喜欢吗 特别是这一段 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平坦的 有时走到艰难的境界 这全靠雄建的精神才能冲过去的 中华民族现在所逢的始路 是一段崎岖的道路 说得好 写得太好了 这篇文章是为了纪念二七惨案的烈士们的 一环快一年了 今天晚上你就在这将就了吧 还可以吧 可以 罪过 怎么能让先生给我补床的 放着 您快坐下 休息会儿吧 你那几手归国座我还有些印象呢 那是在地中海上写的 当时心情不好 叫法国警察押送回国 有多丧气吗 后来听人讲 你在法国那几年 没丢出中国人的脸吗 在巴黎商业学校独创了这个国歌 是不是 那个校长官 开学第一天 哪个国家的学生就要唱哪国的国歌 轮到我们中国学生都傻了 原是凯定的国歌 是三千年前的调子 怎么唱啊 可总不能不唱啊 我脸皮一厚 就把中国男儿唱出来了 这歌唱得好 中国男儿 中国男儿 要想职守 可乘天空 睡时千年 睡时千年 一副镇臂万副熊 光场歌有啥用吗 空手回国 一事无成啊 你是不会白白悉情一趟的 有些收获啊 将来你是能够看到 先生 蔡赫森劝我到苏俄去留学 看看人家是怎么搞成革命的 您说 我是干文学好呢 还是专门搞革命呢 搞革命并不妨碍搞文学呀 不过 眼下北京国民运动委员会 刚刚刚刚成立 极需要您这样的人才 干不干 恭敬不如从命 好 你会看到的一个革命的高潮就到来了 怕是你今后的写作时间就更少了 说实在的 我是这样想的 我是革命也想搞 文学也想搞 算了 碰到了先生 就把革命先搞起来 不过咱们说好了 等革命成功了 我陈毅还是要当诗人文学家的 干革命就是在创作一部大作品 一部悲壮激昂的成诗 不是吗 那好 我也来写上那几句 晚上压上这个 两点了 快睡吧 天亮了我再来 天亮了我再来 陈毅虽然没有当上职业师 但是作为革命家载入了史册 恐怕在他革命的一生中 他不会忘记李大钊对他所讲的一切 还有问题吗 有 我们还能见面吗 谁知道 有 车来了 再见 我会去找你 干革命 就是创造一部大作品 真的没有到哪里 一部悲壮激昂的常诗 希望你们能改变创作观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